五個月要蓋電池囉 這經濟保險會沒有調開電價心機會 經過三點前的討論 比較重四個電池 平均會蓋十一% 經濟平均電價一度是三點 數五一百塊 像台資電營三個時 用電用真相的大貨 今年用電量超過一百五十億度 會把這電池蓋蓋25% 不過民生用電的部分 像家庭用電 一個月用度是在三百三十度 以下蓋三% 七百度以下蓋五% 這電池一個月平均蓋不到十十塊 如果這收電池用超過三千度 一天上桌是蓋七十塊 電池一定會蓋 行政醫保佈一千億給台電 台電也是了解 經濟保理理調開電池心機委員會 江上三個界代表都參加 經過三點前的討論 決定四個電池平均蓋好十一% 對江上到民生用電 這波條證怎麼都蓋 只有浪費稍後用電 不會蓋 那目前的燃料的成本 而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部分 還是居高不下 決議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電價平均調五大概是11% 民生用電分四級來蓋 7百塊一度以上起7%10% 331度到7百度以下 這回是起5% 330度以下也起3% 騎到美國的用電 在7百度以下 每個平均價落不到20塊 大概有1,250萬 給家庭受影響 收上點美國的用電 1,500度以下 電價也起3%到5% 用電還是超過三千度 總結整個電池 一天上桌70塊 手搖引電 我們看到的大概 一個月大概用電 大概接近3千度 6百元左右 6百元左右 像是香蠍姐一般的三個 年用電量不到5億度 會比到去年 過半年用電量 以下價行動 無視頻問跟衰退 有不一樣的氣候 上關掉升14% 用電的超大火 每年用電量 第5億到51度 加上兩億用電 平均價行動就起15% 151度以上 將它起到25% 但這點 首先受衝擊 產業界承擔整個漲價的責任 這個是變成落在我們身上 那你調整的 甚至有到25% 那在在這個都會影響 大企業未來的競爭性 電價企業歡迎成本的壓力 工種不太煩惱的衝擊 國際競爭力 對團統 生涯的英文 競爭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有重心的檢視另外的政策 新華四季都要用電 四季電極器材 是不是附近下的企業 國際都很關心 記者綜合報道 按讚 谢谢观看